还是前世冤家 郭乔乔和玉米有仇,是天生的,不要问为什么 就像老鼠见到了猫,黄鼠狼遇到了狗,一见面就有 玉秀暗地里很高兴,只要有人对玉米出手 玉秀总有一股说不出的快慰,想按耐都按耐不住 心里头开花了,笑得一半一半的 虽说玉秀在玉米的面前还是那样谦卑 但是终究是装出来的了,骨子里头又有了翻身闹解放的意味 郭乔乔要是喊玉秀了,玉秀并不急于答应 而是先瞥一眼玉米,很无奈地走到郭乔乔的跟前 故意弄得鬼鬼祟祟的,好像是顾忌玉米,害怕玉米 其实是同知玉米,有意识地告诉玉米 故意在玉米的眼前挖一个无底洞,让玉米猜 让玉米摸不着头绪,叹不到底 这一来,他和郭乔乔之间就越发深不可测了 有着隐秘的结实的同盟关系 是心往一处想,尽往一处使的 玉米要是盘问起来了 玉秀则特别的无知,做出一副努力回忆的样子 没有啊,我不知道啊,人家能对我说什么呢,忘了 玉秀又有了后台了 玉米暗地里打量玉秀的时候,目光里又多了一分警惕 这正是玉秀所希望的 只要玉米还恨自己,还拿自己当一个对手 对自己心存一分警惕,说明他们还是平起平坐的 玉秀不要他可怜,这当然需要依仗郭乔乔了 玉秀想,宁可在外人的面前露出见像 反而不能在玉米的面前扶这个软儿 谁让他们是亲姊妹呢,也真是怪了 玉秀现在的工作是伺候郭乔乔 主要是为郭乔乔梳梳妆打扮 郭乔乔被玉秀一聊过 似乎突然犯过响来了 我不是男人,我也是一个女儿家呢 郭乔乔做女孩子的愿望高涨起来了 可是手镯不会弄 玉秀当然是行家了 迫于玉米的威慑 玉秀自己不敢打扮了 却把所有的花花肠子 一股脑放在了郭乔乔的头发上 发夹上,扭扣上,编织的事物上 玉秀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心情特别的舒畅 特别的有才华,又积极 很有成就感了 暗地里却有格外的感伤 越感伤手里的手艺却越是精细 郭乔乔的模样很快就别具一格了 要不是她的父亲是副主任 早被人骂成妖精了 至于指甲,玉秀可是花了大力气 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凤仙花 捣烂了,加进了一些名凡 十分仔细地浮到郭乔乔的手指甲上去 一层一层的,连脚指甲都浮上去了 玉秀用扁豆的叶子 把郭乔乔所有的指甲都裹了起来 几天过后,效果出来了 郭乔乔的手指和脚指悄悄改变了颜色 红红的,艳丽的很,剔透的很,招眼的很 举手投足都滑光四射的 郭乔乔一天一个要 这变化是显著的,根本性的 可以用女大十八变做高度的概括 机关大院有目共睹 最显著最根本的变化 还在郭乔乔的眼神和动作上 也就是姿态上了 郭乔乔过去一直有一个毛病 特别的莽撞,想冲锋陷阵的勇士 每一个动作都是有去无回的 现在好了 眼神和手脚里头 多了一分回环与婉转的余地 虽说有些做作,究竟是个女孩子了 郭乔乔经常和玉秀在机关大院里进进出出的 走路的时候两个人都围在一起 很知心的样子,很甜蜜的样子 像一对亲子没了 这是玉秀所渴望的 机关大院里所有的人马上都认识玉秀了 那就是玉秀,那就是郭主任的小姨子,没人披子呢 但玉秀有几分的冷,几分的傲 并不搭讪别人 尤其在一个人走路的时候 脚步轻轻的,脑袋歪在一侧 头发盖在脸上,时常只露出半张脸 一只眼睛,有点没有来头的愿 那种恍惚的美 要是面对面碰上什么人了 玉秀会突然惊醒过来 把半面的头发捋到耳后 慢慢的冲着你笑 玉秀的笑容在机关大院里是相当出名的 很有特点,不是一步到位的那种样子 而是有步骤的,很阶段的,有浅入深的 嘴角一步一步的向后退上 还没有声音,很有风情了 很有风情了,是一种很内敛的风骚 浪却雅致 玉秀都看在眼里 虽说玉秀不敢放开手脚再做狐狸精了 而从实际情况来看 吃屎的本性没变 骨子里反而变本加厉,很危险了 玉秀早晚要瞧瞧她的警钟 但是以她现在和郭乔乔的关系 玉秀很难开口 然而正是她与郭乔乔的关系 玉秀必须开口 从结果上看,效果很不理想 姊妹重又回去了 还是前世的冤家